大家好,又是我五哥,今天上空跟大家講解決問題才是最好的方法 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都跟朋友聊天,因為他很苦惱他人生的抉擇 一些問題就解決不了,但解決不了,在他角度就好像是一個很痛苦的一刻 在我角度,我有另一些看法,究竟是什麼看法呢?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首先想說一下問題,人人都會遇到,一個人一生中會遇到很多問題 大大小小的問題,小時候讀書有讀書的問題,升學問題,選哪科的問題 被同學欺負問題,或者被父母說不開心,很多問題 人大了就更多問題,有就業問題,上司和下屬問題,買不買樓好,各種各樣 所以其實人生大大小的問題,人生基本上就是在不斷出現問題 不斷想解決問題的人生之中度過 對我來說,我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我以前真的比較差 差的意思是情緒上方面比較差 例如遇到一些難題,自己當時解決不了 我自己會很猛症,會發脾氣,甚至會對其他身邊朋友 或者家人會發怒騷,這個是比較差的一個方面 問題最終解不解決也好,但是已經對其他人發脾氣 或者你自己的心情都受影響,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開心 其實我自己覺得不太好 那終於怎樣解決呢,怎樣自己會有改變呢 真是經過一段修行的階段 我自己的修行是相對漫長的時間 正如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很喜歡LUH的東西 漸漸進入了佛教,做佛教徒 在佛教裡面也是尋找了很久 找一個對我來說是合適的上司 從中也得到很多得著,最後現在就找到了 在這一刻,即是現在的時刻 我覺得自己是比以前是進步了很多 解決問題是進步了很多 我說解決問題,不是技術性去解決一些問題 不是說譬如你教我 你教我如何在現在這一刻 由一個月入一萬變十萬 有些很好的方法幫你搞到你的 我不是說一些很技術性的問題 而是在心態上 如何面對一個問題 如何去試圖找一個答案 而在找這個答案的途中 可能遇到一些阻滯 或者怎樣也好 最終成功解決問題也好 不成功解決問題也好 都不會影響我自己內在的 可以說是一個平靜的心態 我解決問題的 本注一點就是一個字 就是我字 為什麼我字 那麼重要可以令到 我覺得幾乎所有的問題 都可以完全解決呢 或者首先說回 如何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就是 你把所有問題的我字 剔掉它 這樣就可以了 譬如說我這輛車 今天炒了車 炒得很厲害 我這輛車今天炒了 很不開心 那你怎樣解決問題呢 就是只要把我字 拿走 就是駕車炒了 就是這樣 例如 譬如我今天 給兒子飛 我很不開心 我很低 我對自己很沒信心 我是不是很不美女 那麼多次都被兒子飛 那你就把問題 就變成 由我比仔飛 那問題就解決了 那為什麼 問題會解決呢 首先 歸根結底 很多時候大家 解決問題的時候 慢慢就轉到 牛角尖 就是因為 你的負面情緒 因為你覺得這個問題 產生在你身上 或者你情緒上 或者你周圍的環境裏面 那你就開始覺得 我要解決這件事 這個問題 這個人 然後你就可能會 馬上解決不了 或者你想不到方法 那你就開始著緊 那你一招急著緊的時候 你的心情 就會比較 那你的能量 就不會釋放的 就不會 簡單說 我們的心不夠 open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的腦就會變成 你的腦就變成 你完全沒有創意之下 去解決問題 你就會覺得自己 糟糕了 搞這麼久 問題都解決不了 解決不了 想不到方法 怎麼搞呢 那你就 時間越來越覺得緊張 你就會覺得 糟糕了 我的問題 我這件事 我這個人 怎麼解決呢 你就會越來越緊張 那你的心 和腦都會越渣越緊 那你的問題 就只會 令你更加焦慮 就好像這幅圖 你的人 就只會 一路轉一路轉 越轉越轉 牛角尖 那你就會 很影響的了 當你一個人 一緊張 你負面情緒 越多 那你身邊 周圍的人 和事 都會覺得 越來越不順眼 或者 很多事情 是不適合你 易理意 你本來想 那件事 這樣 是解決不了 又或者 本來這件事 一直都做開 都是這樣 突然間今天 你就會覺得很差 那這些就是吸引法則 那方面的問題 就是你因為 一個負面情緒出現 你自然 你身邊的環境 就會吸引一些 很負面的東西 就出現了 那麼 歸根結底的問題 就是那個我 如果很技巧的說 在佛教修行上 這個就叫我執 那為什麼我建議大家 嘗試去拿走個我字呢 當你拿走個我字 你就會發覺 咦 打個比喻 比如說剛才 我比仔飛 那樣 如果 你試試切身處 想想 同一個問題 發生在你一個好朋友身上 他告訴你 他比仔飛 那其實 你那時候 你對於 雖然他是你的死檔 而 他的朋友 你也認識 他比仔飛 你的感覺 是不會很強烈 只不過 可能你 替他的朋友 很慘 或者和他一起訴苦 這樣 反過來 這件事發生在自己身上 你覺得很嚴重 所以 其實 這個模式 在所有生活上 你都可以發現 全部人都是這樣 你發生的全部事都是這樣 就是 其實 也不用再舉例 大家應該很明白 這個道理 就是 你的問題 就是有些人經常說 我的問題 怎會和你的問題 我的問題 是 我的問題是 大很多 是 你不是我 又怎知道我痛苦 那些 這些藉口 這些解釋 大家應該聽不少 那 就是這個 我字 所以 如果大家 都聽到這一刻 我想 你都應該會 解決 其實 要解決一些問題 或者我覺得 是所有問題 其實 只需要將 所有問題 和我字 拿走 問題 就會迎刃 而解 就算這件事 解決不了 都沒有問題 是個問題 問題 為何 和我有關 就是 你覺得 是我的問題 你才會 把這個問題 放在自己身上 如果 越來越多 這些問題 放在自己身上 放在心裡 你會很重 很重 覺得 很多問題 還未解決 很慘 很痛苦 那 今天就說了 希望大家 試試 如果遇到什麼問題 都好 把我字 拿走 我覺得 很大機會 很快 就會消失 消失 消失的意思是 你不會再緊張 會 那麼著緊 你這個問題 放在你心上 而 當你 人 越輕鬆 腦越鬆 你的解決 忽機無神 可能 今晚 睡覺醒一醒 第二招 突然間 啊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解決 有另一個新角度 看這件事 希望今天的影片幫到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問題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多謝大家 拜拜